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高雷徐 我們到十點由威虛 可以二位做一個看盤解盤的服務 上禮拜我跟投資朋友說 大多數人跟你說要圓越行情 到底是圓越行情是所謂的 後面還有一個大波段的主菜在後面 所以圓越行情是前菜 還是圓越行情已經是什麼飯後甜點了 投資朋友必須搞清楚這個部分 你才能擬定交易策略 如果你認為圓越行情之後 圓越只是前菜 圓越行情之後會有個主菜 會往上再一個大波段 那你當然可以做多 你當然可以做多 而且你可以重壓 可是如果你的想法跟委屈的想法一樣 因為一份行情是飯後甜點 那你的做法應該就要偏保守 應該是要偏保守 應該是一樣賣股票 保留空手 保留彈性空間 保留子彈 準備下一波 進場的事先做一個資金的一個準備 我想投資朋友 股票市場上本來就有多有空 可是呢重點是你有沒有核心思想 你的看法到底能不能支持你的交易穩定 我一直認為請投資朋友賣股票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比較合理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元月份行情 大家跟你報告的是元月份一定要有行情 可是投資朋友 如果你看對你懂得方向的時候 其實每個月都有行情 不會特別只有元月份行情 而委屈認為元月份要做的是什麼 是要避開風險 甚至在12月份的時候 我也跟投資朋友報告 請你要避開風險 保留大量現金 隨時在元月份都會出現一個 多殺多的現象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從容不迫 進場去做一個什麼 波段行操作 偏多操作的一個什麼 分批進場的一個動作 如果在12月份 甚至在元月份 你都沒有開始去做一個什麼 解碼或是空手 光望的一個動作的情況之下 你股票包上包下 下一波的機會 其實跟你的關係 關聯度就不高 我是朋友看一下12月份 整整12個月份 拉上去之後 不過也才拉半個月的時候的時間點 其他的時間都在做一個什麼 上上下下的 俠服盤整 元月份行情在哪 你占不到什麼便宜的 我跟投資朋友報告 還沒有開始多殺多 你都有事先可以做一個 預作準備的動作 而且甚至越早之前做動作 對你來說是越好的 對你來說是越好的 我跟投資朋友報告的國劇 在這個時候有台電話連線的時候 跟您報告 具有波段上漲的籌碼實力 拉回來我告訴投資朋友 籌碼面還是告訴我一件事情 具有創新高的實力拉上去 拉回來還是告訴投資朋友 具有波段上漲的實力 什麼時候跟投資朋友報告 在這個位置點 開始跟投資朋友報告 被動元件 長線籌碼雖然看好 可是短線出現了一個什麼 籌碼 短線交易科太多了 所以他必須做一個什麼 整理 不是朋友 上禮拜我創新高之後 根本就沒有收最高 開始做一個什麼 整理 我會這麼說 這邊整理 一定是有 前面一定有告訴你 我認為是有機會 甚至是加碼點 加碼點 不會 只有分析它 危險 需要整理 然後呢 之前的 從容不迫要進場的 一個時間點跟機會點 我沒有告訴你 其實我都完整跟您報告 國劇籌碼面 最穩定 坦白說 它最穩定 當時跟投資朋友報告要整理 整理的兩天就上去了 上去之後 今天在做整理 可是其立心是整理幾天 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整理五天之後 禮拜五創高之後 又拉回來今天還在整理 是不是也脫離不了 我跟投資朋友報告的 其立心籌碼 如果國劇是第一名 其立心的籌碼就是第二名 第三名是什麼 陸後補長的華興科 投資朋友 華興科緊緊緊也是不是 上下做整理 所有的被動元件 都留了上影線 上下去做整理 我的看法不會當天發生 也不會告訴你 一定是做什麼 一定是賣到最高點 可是呢 你拉長時間來看 回去的看法 其實 八九不離十 為什麼 因為衝法面 我可以解讀 我可以利用衝法面來解讀 到底現階段 在做什麼事情會比較合理 在做什麼動作 是比較合理的 一旦 一旦你的動作跟解讀是合理的 你的方向是可以確認的 讓你自然而然的 你可以什麼 從容不迫的等待機會 當大家恐慌的時候 你可以做什麼進場 當大家在什麼瘋狂的時候 你可以華麗的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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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回你可以再找什麼 如果拉回可以再找一個低階的進場的位置 至少你不會報上報下 至少你不會報上報下 甚至你不會追到相對高點 這就是看回去的分析 希望對你來說 在股票交易之路上 第一個有正確的觀念之外 第二個 在分析個股的籌碼 跟大盤的方向的時候 希望你自己在家裡操作 或者是在公司閒暇的時間 去做一個操作的投資朋友們 對你來說都會有一個什麼 正向的一個幫助 正向一個幫助 報上報下的 投資朋友 文貌是好公司好股票 可是絕對不是現在去做一個低階 我也在等他 多殺多拉回那個現象發生 要帶我的會員進場去做一個什麼 低階 可是呢 我們就是可以等 我們就是可以等 回去主要是顧好會員手中的投資報酬率 讓我的會員投資報酬率 第一個成避開風險 第二個可以慢慢的增長 他的產值 他的投報率 他的資產規模可以慢慢的變大 所以我可以等 我不會想要討好電視機觀眾投資朋友 我每天不管大盤展還是跌 我都有股票噴出 我要的是顧好我的會員 我會員手中 如果有股票 那我們就要 經檢持股 那我的會員可以撞到波段的錢 如果會員手中沒有股票 回去也不會因為要為了節目告訴你說 回去好像每檔 不管大盤漲跌 都有股票在創新高 然後帶會員不斷的買進 卻不賣出的 我是以會員的最大利益 為我這個工作資產的第一個前提 第一個首要的任務 跟投資朋友報告 我們不知道是好公司好股票 可是我們不會現在去做一個低階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我們所從沒有套牢的股票 因為我們所從是空手 可是反觀投資朋友 你不是我的會員 你有可能在這段時間裡面 買到糕點 反彈彈不上去 結果大盤 在相對高檔的時候 好像每個都賺錢 事實上你根本就沒辦法撞到錢 而且還深度討勞 我的貌是這樣 255的全新 你前波高點 135還有一段距離 你賺得到錢嗎 8086的宏傑科 你賺不到錢 星星投資朋友看到了嗎 PCB 在這一段之前 這一段之前 多少人跟你報告 報告 星星多好多好多好 欸投資朋友 跌下來了 跟你講多好多好的 他講他的比重一定不會太大 為什麼 因為他不懂得籌碼 所以不知道怎麼避開風險 其實在友台電話連線的時候 都跟投資朋友報告必須小心了 在還沒破底的時候 就跟友台電話連線都跟投資朋友報告 PCB要小心 星星要小心 充滿面偏散亂 偏散亂 PCB是這樣 2368 金像電 有台電話連線跟投資朋友報告 你必須跟上聰明的融資 可是因為留了上影線 你必須做什麼事情 先獲利調整一半 你看 這樣的投資建議方向對不對 絕對 絕對可以幫助投資朋友的 只是 投資朋友 你知道跟做到跟達到 又是另外一個程式 你也許你知道 回去跟你分析 可是 你無法做得到 你無法做得到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信心 沒有人帶你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需要 微續的call訓 微續的call訓 可以幫助你做一些什麼 果斷的執行交易的一個動作啊 3008大力光 這麼大的利多 啪 還是要下來 你告訴我 元月份買股票 中壓是對的嗎 現在都 加權指數還沒有往下跌喔 你還看不到跌喔 可是個股其實殺得很重 大力光 剛剛空的亞光 力道也在降低當中 穩帽 PA族群 6488的環球金 5483的中美金 投資朋友 這些如果你追高 你根本賺不到錢 如果要你中壓 你根本就賺不到錢了 1月份 12月底 叫你1月份要中壓的 你現在回頭來看 很多個股已經跌得超過5% 等於相對的 你的資金又套牢了5% 你的資產又減少了5% 而微續那時候告訴你 不斷的要賣股票 不管賣股票 你至少 不買進股票 不賣股票 你也不會追高股票 你就不會有以上數 什麼資產少5% 或是套牢5%以上 你就不會有這個東西 你會做的事情 是跟微續一樣 等待多殺多的機會 出現的時候 從容不迫 找好標的 鎖定好標的 進場去做什麼 偏多不去 所以沒關係 我們今天進廣告 廣告之後 微續機跟投資朋友 做一個解盤的服務 謝謝大家 運達投顧熟悉操盤團隊 金盧大師洪老師 掌握資金動向 籌碼專家高老師 透析主力籌碼 金碼專案現實實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以天家圖龍 刀剑隔壁立場佳麗 號令古靈神雨爭鋒 運達投顧熟悉操盤團隊 金盧大師洪老師 掌握資金動向 籌碼專家高老師 透析主力籌碼 金碼專案現實實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以天家圖龍 刀剑隔壁立場佳麗 號令古靈神雨爭鋒 運達投顧熟悉操盤團隊 金盧大師洪老師 掌握資金動向 籌碼專家高老師 透析主力籌碼 金碼專案現實實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有 這樣就好了 對啊 都給你帥就好了 其實啊 現在生活裡 越來越多使用行動支付平台 那會不會 以後我們出門就不用帶錢包了 當然啊 現在電子金融及行動支付 雖然方便 但還是有它的風險存在 是喔 像是造假的網址及APP 還有網路病毒啊 密碼外洩啊 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使用行動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樣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 歡迎繼續收看 微續台股直播室的解盤節目喔 交情指數跌111點 幅度不會太大 其實也還好 才跌111點 其實很多個股 早點賣當然會比較好 早點賣會比較好 大盤才跌111點 坦白說以形態來說 也不過就是一個高檔 做一個區間整理而已 還不足以讓你變成一個 多殺多的一個現象 這恐慌性啊 你還有機會啊 微續比較希望投資朋友 聽到微續的一個 比較中肯的分析 你都可以避開風險 你都可以避開風險 可是呢 我相信 很多很多時候 你是會被誘惑的 因為你會聽到很多 當我請你要煞車 把車停到路邊 熄火 不要跟別人一樣 亂衝亂買亂加油 可是呢你會聽到別人告訴你 非買不可 非買不可 因為元月份一旦錯過了 你很可惜 十二個月第一個月 你就錯過大波段行情了 就很可惜了 所以你元月份 你必須要買股票 而且一定要重壓 你會聽到這種聲音的時候 你就會偏向那一個方向去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說實在都想要賺錢 每個人說實在的 加入股票市場上裡面 為了是什麼 為了不是避開風險 為了是要在股票市場上賺錢 而且要怎麼賺 每天賺 每週賺 每月賺 可是 投資朋友你回頭想一想 你真的可以在股票市場上 每天賺 每週賺 每月賺嗎 你必須要做什麼 一個正規君的交易方式是什麼 長時間十二個月的 十二個月 你只要懂得避開風險 幾個月 懂得等待 然後懂得重壓幾個月 兩三個月 其實一整年的 投暴率會遠比你什麼 你現在所想的 要每天賺 每週賺 每月賺 然後記記賺 天天賺 來得實在 而且結果來得好 加權指數這陣子 有多少的利多啊 有多少的利多在這個 加權指數這個位置 請問同志朋友 他有噴上去嗎 他有噴到一個 讓你覺得 這些利多後面 還有更大利多支持 所以股價即便先行反應 他還可以繼續再創新高嗎 投資朋友 這麼多的利多也只有上禮拜 我突然來跟上去 只有是下來 中美貿易戰爭 十二十一一月十五號要簽定第一段協議 據說據聞是如此 可是朋友想一件事情 1月15號是一個重要的國際性的一個日子 1月11號也就是下 也就是這週 台灣要選總統 這兩個變數 你可以視而不見嗎 變數有兩種結果 第一種是你滿搜股票 你滿搜股票這種變數 對你來說會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 為什麼 因為你怕什麼 你怕賣錯 可是你相對又怕什麼 怕利多出鏡 所以呢 這種變數對於第一種人 他的心理壓力無限大 極大 可是這種變數對於我們這一種 已經帶會員清空股票之六 一檔股票叫做鴻海 鴻海我們拉回等第一階 是唯一看好的股票之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現金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等的是什麼 等的就是那個時間點發生的時候 市場上的反應是什麼 如果是利多出鏡 那好笑了 就是我們的機會點來了 回去判斷 不管中美貿易戰爭有沒有簽訂協定 我認為就會是什麼 利多出鏡的一個開始 中美貿易戰記得當打的時候 全球都在講 台灣是受傷最重的一個地區 就事情演變到2019年這一整年 台商的變動的移場的速度非常快速 居然變成什麼 中美貿易戰爭裡面 唯一最大的受惠的一個地區國家 一個產業 所以聯發科才會上來 你看看他今年怎麼走的 台積電才會上來 他今年怎麼走的 甚至連電也上來了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中美貿易戰爭持續在打 對於台灣廠商是受惠的 但是如果簽訂協議之後呢 這些都還是受惠的嗎 就不一定了 就不一定了 所以一月份有很多的一個變數 但是你越早做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等待什麼 等待機會點出現了 你越早做這件事情 退場 你就可以什麼 等待這個 進場 我跟投資朋友報告啊 這個正規君的交易方式就是如此啊 回去跟其他老師不太一樣的是 我不會每天跟你談績效 為什麼 因為正規君 是掌握整個局勢 不是跟你掌握一檔個股 或是兩檔個股 或是每天告訴你 有很多股票一直創新高 正規君的交易方式 是掌握局勢 不是左眼一檔股票 兩檔股票 三檔股票 什麼時候 該減碼 什麼時候該退場 掌握整個局勢 然後呢 看得懂的時候 回頭進場 重壓持股 這才是一個正規君 該做的一個配置 資金跟股票的配置 而不是一直在買股票 買股票 買股票 在賭行情 你有的資產跟現金的一個資產配置一個方向的時候 你就不會是賭行情 你就可以掌握整個大局勢 開退場的時候 你不會畏懼 現在很多投資朋友在這一邊 加權指數並沒有破底 都還在一個量縮整理 一個平台整理 捨不得賣 怕什麼 一怕一賣錯 股價被洗掉了 噴上去了 然後呢 也怕什麼 怕如果不賣 真的崩跌下來 該怎麼辦 投資朋友 你現在是不是有這種想法 叫你賣股票 該退之後 你不敢退 你會害怕 害怕賣錯 賣錯噴上去了 或者是什麼 害怕如果不賣的話 它又一直往下跌 因為你現在已經有未時間虧損在裡面了 你的想法是不是這樣 其實早點做動作 早晚都要做動作 越早一天做動作 對你來說 越好 心情壓力降低 股票交易市場就是這樣 當你的心情壓力很重的時候 你的交易不會順利的 你的投資報酬率也不會順 當你滿手股票的時候 上下一個跌幅 你是受不了的 而且你晚上還睡不著 你要看美股的表現是怎麼樣 其實越早做動作越好 而且有人帶你做這個事情 你會比較怎樣 壓力會釋放出來 你不會壓力在你一個人的肩膀上面 你不會壓力在你的肩膀上面 該退的時候 委屈一定都跟你報告 要退 你知道了 你做得到好嗎 如果你做不到 有委屈帶你做 你會比較把壓力釋放出來 一旦你做到之後 我們該進場的時候 出現一個多殺多 現在還沒發生喔 可是出現多殺多的時候 這時候叫你進場的時候 你也會害怕 你也會害怕 因為你叫我接股票 大盤才剛開始起跌的時候 你叫我接股票 我會害怕 是不是接刀子 不不會的 因為有委屈帶你做委屈是看籌碼的 很多個股 籌碼上面 委屈的掌握度 相對的比較高 就不會是多殺 不會是多殺多叫你去做股票的時候 去接股票的時候 你會覺得在接刀子 你自己做也許會這樣 可是你加入委屈的車隊 你不會有這個現象發生 我之前一再預告這件事情 未來的操作 在大盤跌的時候 我們是進場偏多交易的 而且是起跌的時候 我們是進場偏多交易 那叫做扭曲的交易 那是扭曲的交易 為什麼我說過了很多個股 基本上都已經率先做一個什麼 領先大盤先下跌的一個動作 你看穩帽是不是領先大盤做下跌 11月 穩帽開始從高檔做回檔 你看加權指數 11月 是不斷的往上走 很多個股是先回檔下來的 那這些回檔的公司 是不是好公司 所以扭曲的操作 就在現在 就會員的續約到優惠 以及新會員共享 就會連續約到優惠 1月份還是持續在經營當中 認同投資朋友 歡迎廣告時間 打電話進來跟我們現在做一座聯絡 我是高曲 主導操作孫禮 婚禮滿滿身健康 我們明天見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